在制作本期视频时 我想先通过AI了解一下 版本号的发展史 打开Copilot 我看到了15个可供选择的大模型 但我不知道该选哪个 因为我已经搞不懂它们有什么区别了 有时候4的回答比4.1和5更详细 有时候3.7的答案会比3.5和4.5更精准 所以每次我都要挨个问一遍 再货比3加得出结论 我十分怀念那个什么软件 都可以无脑使用最新版本的时代 约定熟成的版本命名规则 在AI时代已经大样无存 在计算机行业 一直以来我们都有一个默契 用统一的表达方式来传达产品的叠大更新 这个表达方式就是版本号 SemanticVersioning就是一个很优秀的版本号格式 它由major,minor,patch三个数字组成 当一个产品的新版本包含影响重大的更新时 major就会上升一个数 比如Python圈子花了12年才完成的2.7到3.0的交接 这是因为代码不兼容 需要集体大规模重构 如果这个更新只包含一些可有可无的小功能 就会在minor上加1 如果发布的是某个bug的修复补丁 顾名思义,patch就会加1 SemanticVersioning通过三个数字的组合 浓缩了几乎所有产品迭代更新的情况 这也让它成为业内几乎默认的版本号格式 在这个基础上 不同产品也会根据自己的特殊情况进行调整 成熟的项目管理能让产品的发布周期稳定下来 比如10.0之后的世界上最好的数据库Postgres 会集中在每年的9月到10月左右发布新版本 所以他们会使用相对简洁的major加上patch的双数字格式 每年9月份major加1 剩下的时间里不定时发布补丁 作为Postgres的使用者 或者基于Postgres进行二次开发的程序员 都能有明确的预期管理 让整个Postgres生态更加稳定健康 又比如Linus内核也有固定的发布周期 但因为它的周期只有8个星期 所以major号膨胀得特别快 作为一个已经运作了30多年的项目 版本号码太大 会很影响交流和传播 所以聪明的Linus决定把三数字格式当双数字格式用 从2011年开始 每过大约20个周期 Linus就会让minus数归零 major数加1 就像加法那样敬畏 所以那些不太熟悉Linus生态的人 可能会误以为4.20到5.0 或者5.19到6.0 都是什么重大的系统更新 其实并不是 只是Linus刚好那天起床期比较重 决定cosplay一下归零者 有用短号的 自然也有用长号的 尤其是在CRCD成熟的团队 一天发布10次也不为过 版本号自然复杂一些 但不管这些数字多长 有一点是不变的 那就是开发者承诺了 某种迭代更新的规律 用户由此可以更放心地按需升级 这种默契可以驱动 非常大型的技术生态 比如大多数编程员 都有的package dependency机制 在一个项目里 引用成百上千个依赖 每个依赖都有自己的依赖 无穷无尽 如果要程序员自己去 足以管理 足以检查每个依赖的更新 再去决定要不要升级依赖 那将会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个机制能重合下来 正是因为大家对于 Semantic Versioning版本号的默契 作为依赖的使用者 我们能大胆地自动接受 所有依赖的所有patch版本更新 因为大大小小的新功能 我们可能用不上 但现有功能的补丁修复 总是需要的 当然这种默契 也会被不怀好意的人所利用 比如每隔半年左右 Note.js生态里 就会出现被黑客攻陷的工具库 种下木码后 以patch的形式发布 然后全世界千千万万的软件 在第二天上班时 自动更新依赖 集体重招 但我认为这更多的是 NPM这些包管理框架的 安全机器上的缺陷 版本号只是一个导火索 默契真正粹油的地方 其实来自于开发者的承诺 版本号这个东西 说白了就是一创数字 它没有任何国际标准 也没有任何法律约束力 它不像license那样 什么可以做 什么必须做 什么不可以做 做了之后有什么法律后果 都有非常明确的定义 版本号的定义 遵循与否 只在开发者的一念之间 微信生态圈 就是一个教科疏似的 反面案例 就像小程序的基础库来说 虽然它的版本 命名表面上遵循了 semantic versioning 但是版本号和变更的关系 变更的内容范围 都和semantic versioning的定义 没有一毛钱关系 在它的patch版本更新中 你可能会看到 全新渲染引擎的发布 或者让基础组件的行为 完全改变了功能改动 让人反不胜反 对基础库每次发布更新公告 我们都得认真阅读 逐一核实 再决定要不要升级 但就算这样 你还是会被打个措手不及 因为小程序的运行底层 实际上是一个黑箱 公开发布版本信息的基础库 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还有不少更新是不公开 不定时不提醒的 而且这些更新 会被直接推送到用户的微信上 这也意味着 哪天醒来 你随时可能收到用户愤怒的反馈 说你的小程序出故障了 不能用了 你debug半天无果 到微信开发者社区发帖询问 半天后才会有官方工作人员 在评论区留下一句 哦 这个功能昨天改了 删掉了 不兼容了 这也是为什么到了今天 即使已经成为 国内C端软件的半壁江山 小程序的技术生态是那么差 因为没有几个人 想为这种丝毫不尊重 开发者的平台做工具 而视频开头提到的大模型 也走到了这个阶段 当纯粹的堆叠数据 不再带来可观的性能跃升 大模型的版本号也开始变得混乱 GPT的4.1不一定比4好 5.0不一定比4.1好 Cloud同时存在的3.5 3.7 4.0和4.5 并不是同一个模型的四次跃升 更像是四个完全不同的模型 AI公司彻底推翻了 软件行业多年建立的认知体系 新版是旧版的上位者 这个概念不再成立 而且所有版本的模型同时存在 同时提供服务 也让用户创上了选择困难症 其实这也不能完全怪罪开发者 因为大模型本质上就是有一个千亿维度的黑箱 谁也说不准那些权重数字改动之后 到底影响了哪些地方 没有人能写出一个准确的大模型更新日志 开发者能做的 只有围绕了几个benchmarks做测试 然后以它们结果作为迭代的成果 解释为什么有些人抱怨新模型更差了 有些人觉得新模型更好了 因为这完全取决于你的使用场景 是不是和AI公司优化的那个部分 刚好在同一个local minimum的坑里 而随着大模型的竞争开始进入下半场 各大公司疯狂发布新版本的模型 又几乎不下架那些旧版本 只会让更多的人不知所措 既然这么误导人 为什么还是硬着头皮用数字版本来命名 无非就是因为普通消费者 看不懂那些技术名词 那些专业的更新公告 但大家都能看懂数字 对于任何软件和硬件的消费 买新不买旧一直以来都被封为真理 怎么判断什么是新的呢 数字越大它就越新呗 这也是为什么微软折腾了XP Vista之后 还是乖乖地回归了数字版本号 数字的信息密度和传播能力 大于一切文字 在宣发和研发一样重要的大众行业 这就是最锋利的武器 只不过这个武器也要成为被滥用的工具 不讲武德的商家 纯粹为了新闻效果 让宣发凌驾于研发之上 故意混淆版本的命名 某种程度上来说 就是一种难来的的行为 每次发生 用户的信任都会被削掉一点 因为对于任何软件和硬件产品 用户永远都处于弱势地位 受到知识门槛 商业机密 时间成本等因素的影响 用户永远没有办法了解产品的全貌 我们只能选择相信 相信商家会自己遵守 那些约定俗成的规律 相信他们在一步一个脚印地 优化自己的产品 相信接下来这个 是值得掏钱的大版本更新 那么当信任被榨干之后 还能剩下什么呢